这一仗,许是有不敢打,素玉不敢打,他抗命打,毛主席说打得很好。 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之战,是张爱萍上将荣马一生,单独指挥的最后一个大仗。 但是,这一仗,可以说是他一个人抗命强行打枪的,且一举夺胜,引起连锁反应,再夺大沉倒,吓坏了蒋介石。 为什么说是华中军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抗命强行打枪的呢? 这一仗是解放军首次海、陆、空三军联合作战,但最大的问题,不是三军如何配合的问题,而是遇上另两个大难题。 一是在年前,1954年12月2日,美蒋正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,什么意思? 就是条约规定,当蒋介石的军队受到大陆的武装攻击时,美军今立即采取行动,予以支持。 即,张爱萍一旦对异江山岛开战,美国军舰就会干涉,参加作战。 解放军就与将军、美军作战,一是经过走访和气象部门判定,一到两月海上都是风与天气,不适合渡海作战。 但是,张爱萍却要打,并且,他把作战时间定于在1月18日,1月16日,他和参谋长开车赶去前沿指挥所,在半路上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拦住,要他去附近的县城里接电话。 张爱萍一拿起话筒,原来是华中军区和总参谋部,还是基于上述美军和天气两个原因不同意打这一仗。 舰在闲上,被叫停,张爱萍当即就气坏了,他马上打电话给总参谋部,找副总参谋长陈庚,说,18日,天气预报良好,又没有美军飞机,军舰的干扰,为何不打? 如果改变计划,我们的作战意图就暴露了,官兵的士气也谢了,下面的张就不好打了。 陈庚想说服张爱萍,反对张爱萍一一驳回,只好答应,我报告总参谋长肃玉同志。 张爱萍在等肃玉的回答时,又接到华中军区的电话,说, 司令员举世有命令,立即把部队撤回,停止攻击一江山岛的计划,停止作战的命令,本来就是肃玉下达的。 他接到陈庚的报告后,还是不同意的,于是看着陈庚说,张爱萍决心这么大,脾气也像个倔驴,说不服的,怎么办? 陈庚说,那就请彭总定吧,肃玉表示同意,陈庚立即去找国防部长彭德怀,彭德怀正好和毛泽东,周恩来,朱德等人在中南海开政治局会议,于是,他直接找到毛主席。 毛泽东想了一下,对彭德怀说,还是你拿主意吧,彭德怀说,既然张爱萍要打,肯定有他的理由,同意他的意见,照计划进行。 结果,张爱萍终于如期开战,战斗打响后,解放军十几个小时,就拿下了一江山岛,美军没赶来,军舰远远地看着上方作战,气得国民党兵对着他们大骂,说话不算数,狗娘养的,蒋介石也吓坏了,马上下令附近的大陈岛军民撤离到台湾本岛。 第三天,美军第七舰队几十艘作战舰,喊两艘航空母舰,开到浙东海域,掩护大陈岛军民撤离,其中一架美军飞机闯入浙江松门闪空,刚一露面,就被解放军高射火炮一举击落。 次日,香港报道了美机被击落的消息,记者拿着报纸询问在那里的美第七舰队司令,你们一架飞机被中共军队打下来了,你们怎么办? 这个司令回答,那是我们的一架侦察机迷航呢,不敢承认了。 这一仗中,张爱萍反了被称为战神的苏宇的命令,也反了顶头上司居士有的命令,具体指挥登陆作战的。 是登指司令员黄朝天,因为跟随张爱萍抗命,据说他致死,都没被老上级许是有原谅,这一仗争议有多大,可见一斑。 但是,在战后,11月,毛泽东对人说,一江山岛登陆作战,打得很好,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。 张爱萍是个汉将,他却不是孟张飞,打仗有一套。